说吧 顾仲生便朝着院子外走去 新生区域中 所有人都以顾仲生 马首示战 特别是经历过这次击败秦浩 以及武神柱之战后 顾仲生的名气直逼楚宏观 也是玄陵宗人人知晓的人物 当顾仲生在外询问时 新生区域的无数弟子 都朝着武神柱那边前进 其中就包括吴芷秋等人 瞧见顾仲生 匆忙的新生们立马停下来 胆子大的热情打招呼 胆子小的站在原地 小心翼翼地注视顾仲生 吴芷秋则是热情上前 经过顾仲生一番询问 也是知道 今日便是苍龙池开启的时间 所有人都在朝着武神柱方向前进 就是为了进入苍龙池修炼 得知此消息 顾仲生淡淡点头 最后便朝着武神柱方向行进 后方的洛彩威气得翘脸煞白 跟在顾仲生后边 一路都骂骂咧咧 不久 两人便是一前一后 到达了武神山 此刻的武神山已经人满为患 全是此次参加天地大战的弟子 其中楚红官等人 已经在最前方站着 顾仲生来了 不知谁这么吼了一句 嘈杂的人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然后所有人朝着后边让开 杂乱无章的人群自动让出了一条道路 供顾仲生通行 这般待遇着实有些夸张了 但自从天地大战之后 顾仲生的名声的确是一飞冲天 已然达到了堪比楚红官的级别 瞧见顾仲生这个待遇 楚红官脸上露出淡然的微笑 这玄灵宗总算是出现一个 堪比自己的天才了 人群前方的穆斯荣瞧见这一幕 先是俏脸微喜 但是瞧见顾仲生后面的落彩微厚 脸色立马直转极下 跟屁冲 那摇大白走过鸦雀无声的人群 顾仲生来到最前方 楚红官等人都与顾仲生 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 那穆斯荣更是热情上前 顾仲生 你伤势如何 顾仲生看着前面绝美的少女 神色不变 语气平淡 不碍事 穆斯荣咬了咬嘴唇 掏出一瓶丹药 害羞道 这是我用斗气质换来的高阶丹药 应该对你有帮助 没想到顾仲生直接无视了丹药 走向最前方 上市已遇 不需要了 见顾仲生离开得如此干脆 穆斯荣满脸错愕 他进入玄陵宗以来 追求者如过疆之计 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主动 没想到竟惨遭拒绝 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 后方的洛采薇也掠过穆斯荣 看向穆斯荣的眼神 充满幸灾乐祸 就在这时 天空上一阵波动 然后韩无极 以及各位长老缓缓浮现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接下来便准备开启结界 放这些小家伙 进入苍龙池修炼吧 韩无极笑道 说吧 韩无极的眼神扫过楚红官等人 最终留在了顾仲生身上 顾仲生看了看众人 与楚红官等人点点头 随即 众人一起对着韩无极点头 韩无极呵呵一笑 大袖一挥 众人前方 我伸出后面的天空 开始出现涟漪和波纹 然后一道结界 开始慢慢地打开 这一幕 让不少人目瞪口呆 没想到苍龙池 竟藏在武神柱的后面 伴随着结界的打开 一幕恢红的场面 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只见结界后 有一根巨大无比的通天柱 在这根通天柱的最底部 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圆池 看上去足以容纳几千人 通天柱的中间 则有一个相对小了一半的圆形池子 最顶部的圆池看上去更小 似乎只能容纳十人左右 通天柱的形状弯弯曲曲 表面有着无数的雕刻与线路 看上去就像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 而苍龙池就在这条巨龙的底部 中部与顶部 亲眼看上去非常的震撼 那种震撼让所有的玄陵宗弟子 都瞠目结舌 这便是苍龙池吗 啊 为何有三个苍龙池 而且越往上越小 即便隔着这么远 也能感觉到 苍龙池内那旁边的斗气波动 若是能够进去修炼个几日 那简直 抵得上平时修炼几年呢 就在众人不解之时 林雅长老缓缓浮现在大家的前面 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林雅长老解释道 你们面前的这根柱子 叫做苍龙柱 其上有三个苍龙池 最顶部的三级苍龙池 只有楚红关 中问铃 郭怀秋 叶荒 以及顾重生五人可以前往 修炼时线为六个月 旗下的两个苍龙池 将会根据你们手中拥有的明火来分类 中间的二级苍龙池 修炼时线为三个月 最底部的一级苍龙池 修炼时线为一个月 接下来 请大家根据自己手中的明火数量 选择相对应的苍龙池 随着林雅长老话音落下 苍龙池前面出现玄陵宗的执法长老 他们会严格地检查每个人手中的明火数量 以确定他进入的是几级苍龙池 也正是这一刻 密密麻麻的人群开始涌动起来 大多数人手中的明火数量并不多 圆满八成弟子都只能进入最底部的苍龙池 而最底部的苍龙池说白了 吸收的就是上面两个苍龙池不要的造化 也就是说 苍龙池的造化 最顶部的三级苍龙池是第一个享受的 他们吃剩的骨头轮到中间的二级苍龙池享用 然后才是最底部的一级苍龙池 对此众人也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天地大战中强者为胜 谁的明火多 谁就享受最顶级的资源 人群中 穆斯荣 叶丸鱼等人都检查着自己的明火数量 现在便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场面了 明火数量够的便直奔苍龙池中间的二级苍龙池 明火数量不够的 则只能去最底部的一级苍龙池 距离顾仲生不远处的苍彩威 看着手中的明火 小脸满是苦恼 以他的明火数量 只能进最差的苍龙池 也就在骆彩威苦恼不已时 一道修长的身影从他身边走过 同时 一个储物带飞了过来 骆彩威伸手抓住 储物带里全是明火 而扔过来明火的人 正是顾仲生 我不想与你有什么瓜葛 这些明火 就当做这两人你照顾我的仇了 受完之后 顾仲生也不管骆彩威接不接受 直接就走向前方 准备和楚红官等人 一起前往最顶部的苍龙池 手中拿着储物带 看着顾仲生远去的身影 骆彩威挪了挪嘴 不想和我有瓜葛 我还不想和你有瓜葛呢 随着一级苍龙池的人全部入池 位于苍龙柱中间的二级苍龙池 开始陆续满园 骆彩威因为收到顾仲生送来的明火 数量一下子翻了三四倍 也获得了进入二级苍龙池修炼的机会 虽然嘴上说着顾仲生是个讨厌鬼 实际上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很快 二级苍龙池也相继满园 这时候林雅长老以及韩无极等人 才看向最终剩下的几人 接下来就该你们 楚红官等人脸上带着期望 苍龙池可以说是玄宁宗的巨大宝藏 其中蕴含着极大的造化 几乎每一个进入过苍龙池的弟子 都能够迎来极大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 苍龙池所带来的突破 没有任何后遗症 这便是苍龙池的珍贵之处 这也是无数势力最寄予的宝贝 当然 苍龙池能够提供的造化 只针对斗皇以下的强者 在场实力最强的就是楚红官 他的境界也在斗王 所以说对几人来说 苍龙池绝对是非常珍贵的 随我来吧 韩无极大手一挥 众人立马跟上 苍龙柱外 有着一条盘旋而上的阶梯 众人开始朝着顶部攀爬 楚红官等人虽然是斗王强者 但并未使用斗气画意 毕竟韩无极在这儿呢 就不要搬门弄斧了 很快 几人便来到苍龙柱的顶部 一口并不大的池子出现在面前 这个池子非常圆润 最奇异的是 池水竟是乳白色的 从外边看去 池水不断冒泡 光是气泡炸裂后 泄露出来的一丝斗气 都让人心旷神怡 光是气泡裂开后的一丝热气 都如此精准 若是跳入其中修炼 那得是何种盛况啊 叶黄欣喜若狂 其他几人也是双眼放光 就连楚红官都心跳加速 韩无极看着几人 叮嘱道 注意了 你们的修炼时限 虽然有六个月 但不代表你们真的可以修炼六个月 众人疑问 纷纷看向韩无极 宗主 这是什么意思啊 韩无极抚恤笑道 伴随着修炼时限的延长 池水会越发地滚烫 所以坚持不住的 修炼时限自然会减少 众人露出原来如此的神情 同时变得更加坚定了 似乎要当那个坚持最久的男人 好了 现在可以进去了 自玄灵宗建立以来 从未有人能够坚持六个月 希望你们这批小家伙给我个惊喜 售完 韩无极看了看楚洪官 然后将目光投向顾仲生 他似乎很注意这个后起之秀 众人点头 叶皇第一个跳进其中 急不可耐 然后是郭怀秋 钟问林 楚洪官 顾仲生最后一个进入苍龙池 当顾仲生进入苍龙池时 前面几人似乎已经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区域 大家都会相隔一段距离 互不影响 顾仲生所在的位置 处于苍龙池的西南方 出入水时 一股极强的滚烫感便传遍全身 即便顾仲生有赤金烟火护体 依旧感受到了这透心的滚烫 怪不得韩无极说 没有人能够坚持完六个月 刚下来便这般热度 且每天热度还会增强 最后 这池水与岩浆有何两样呢 除此之外 水底有一股极强的吸力 还需要众人分神去抵挡 顾仲生自然也感觉到了这股吸力 他猜测 这苍龙池的底部 一定连接着苍龙柱 池水便是自苍龙柱流来 所以底部会有暗流以及吸力 巧见众人全部入池 寒无极等人微微一笑 林雅章狼说道 宗主 苍龙池所带来的造幻 是非常可观的 再加上这一次涌现的弟子 天赋都不错 等这次苍龙池之后 咱们玄陵宗的实力 肯定又有大幅度的提升 大长老也含笑点头 唯独寒无极一脸愁容 苍龙池固然好 但好物必有贼人惦记啊 林雅长老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起来 宗主是担心赤魔宗那群家伙 寒无极苦笑道 咱们玄陵宗和赤魔宗 向来水火不容 上一次苍龙考验中 玄陵宗险胜赤魔宗 因此得到苍龙池三年的使用权 如今三年已过 赤魔宗定会在近期前来 抢夺苍龙池 林雅长老说道 所以宗主提前举办天地大战 为的就是让本宗弟子 在赤魔宗来之前 先享受苍龙池的造化 寒无极 无奈点头 若是按照以往的时间开启 指不定 苍龙池会被赤魔宗抢走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林雅长老五妹的笑脸 也是愁云惨淡 宗主 可知道这一次 赤魔宗会如何抢夺 寒无极摇摇头 苍龙考验都是一样的 只是不知这一次 赤魔老贼会用何种方式来比试 林雅长老叹气道 宗主也不用太过担心 苍龙考验是针对两宗弟子的 你看我们这次涌现出 如此多的优秀弟子 赤魔宗一定会输的 寒无极未然道 但愿吧 咱们先离开吧 别打扰这群小家伙 活得造化了 说吧 几人便相继消失在苍龙池边 苍龙池中 这个池子远比顾仲生想象的更深 双脚根本站立不起来 他只能使用斗气 以盘坐的姿态悬浮在水中 伴随着顾仲生 双目紧闭进入状态 他周围的池水开始沸腾起来 一丝丝肉眼可见的实质性斗气 从顾仲生的四肢百骸进入体内 让顾仲生的使力得到极快的提升 四周的其他人早已进入修炼状态 随着他们吸收苍龙池的造化越猛 他们四周的池水便是越滚烫 好在几人都不是弱流 这点温度还不足以让他们难受 在众人的持续修炼之下 时间开始快速流失 很快一天过去 这时候最底部的一级苍龙池中 有一些玄宁宗弟子 已经开始忍受不住高温 直接挑了出来 他们脸上满是懊悔 好不容易得到进入苍龙池修炼的机会 却只修炼一天就承受不住了 然后是第二天 第三天 当时间来到第十天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玄宁宗弟子 忍受不住水温 直接放弃了修炼 这些人虽然只修炼了十天 但进步是若眼可见的 一个弟子进入苍龙池之前 实力在三星大斗士 仅仅十天 他们便成功突破到了五星大斗士 这便是苍龙池带来的造化 这也是为什么 赤魔宗一定要抢夺苍龙池的原因 苍龙池不仅仅是提升某一个人的实力 而是提高一批人的实力 这对一个宗门来说 好处是一语言表的